把家里的果树或者喜欢的花卉看好了 今天教大家一招让植物没办法拒绝的生根大法 很多人在花市看到漂亮的茶花 柠檬树或者是那种造型很美的盆景 想带回家可是价格实在太贵 好不容易很下心买了一盆 想多繁殖几棵送给朋友 结果剪下来的枝条插在土里 十根有九根黑掉 插在水里又烂掉 那种挫败感真的会让很多新手直接弃坑 其实植物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太多 只是你没有找到打开它们求生育的那个开关 今天要讲的这个方法 在园艺圈子里被称作是克隆树 不管你是硬枝的木本植物 还是那些平时很难牵插成活的名贵品种 只要用上这一招剥掉一圈皮 包上一团湿泥土 它就必须得给你长出根来 这可不是什么新科技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利用植物本身的生理特性 逼着它在半空中生根 今天这个高压繁殖法 也就是空中压条法 你今年春天做 秋天就能得到一棵甚至已经挂着果子的小树 而且基因完全复制母株 这就是无性繁殖的魅力 准备工作其实非常简单 不需要什么高大上的实验室设备 家里随手都能找到 你需要一把锋利的小刀 美工刀或者专门的嫁接刀都可以 重点是刀刃一定要快 切口平整 伤口才容易愈合 再来就是包扎用的材料 最常见的就是家里都有的透明塑胶袋 或者是那种保鲜膜 如果想要专业一点 可以用一次性的透明水杯 最关键的是里面的戒指 也就是我们要包进去的土 关于这个土 很多人做失败了 就是败在这个环节 随便从楼下挖一勺土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要包在树上 这个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是保水性要好 第二是透气性要强 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干净 我最推荐大家使用的是水苔 也就是干掉的苔藓 花式或者网络上很便宜 就能买一大包 水苔的吸水性极强 而且它本身自带防腐的功能 能大大减少伤口感染细菌的几率 如果没有水苔 用椰糠 也就是椰子壳打碎的粉末 或者是干净的泥炭土也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提前把它们喷湿 湿度的把握很有讲究 很多人问多湿才算湿 你抓一把在手里 用力攥紧 能感觉到它是湿润的 但是挤不出一滴水来 这个状态就是完美的 选枝条也是个技术活 不是所有的枝条都适合拿来做高压繁殖 太嫩的枝条像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草质烧头 组织太软 你一刀下去可能就断了 而且它里面储存的养分不够 很难支撑生根的消耗 太老的枝条 那种皮裂纹很深 看着黑乎乎的老干 活性又太低 生根速度会慢到让你怀疑人生 最好的选择是那种一年生到两年生的枝条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半木制化枝条 你看那个皮色 大概是青绿色或者浅褐色 粗细大概跟筷子差不多 或者比铅笔稍微粗一点点 这种枝条的生命力最旺盛 七包分裂最活跃 而且在选择位置的时候 最好选向阳的那一面 阳光充足的地方 枝条积累的光合产物多 生根的动力也就更足 如果你仔细观察 枝条上都会有一个个凸起的节点 叶子就是从这儿长出来的 这个位置也是植物生长激素最集中的地方 我们在选下刀位置的时候 最好选在节点的下方 大概一两公分的地方 这样 根系更容易从节点那个位置爆发出来 接下来就是最解压 也是最关键的操作环节了 环波 拿起你的小刀 先用酒精棉片擦一擦消毒 这一点很重要 千万不要嫌麻烦 植物跟人一样 手术器械不干净 是会感染发炎的 确定好位置后 我们在枝条上横着切一圈 这一刀要切透树皮 直到感觉到刀刃碰到了里面 咽咽的木头位置 力道要稳 不要手抖 切口要闭合 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环 然后再距离第一刀下方大概两到三公分的地方 再切一圈 同样的深度 这个环拨的宽度也是有讲究的 不能太窄 也不能太宽 一般来说宽度的标准是你这根枝条直径的1.5倍到2倍左右 如果你拨的太窄 比如说只有几毫米 植物的愈合能力是很强的 没等你长出根来 上下的树皮就通过愈合组织又连在一起了 路又通了 那你这就白忙活了 最后这就变成了一个伤疤而已 如果包的太宽 伤口包炉面积太大 水分流适太多 可能会导致上面的枝条供水不足而枯萎 两刀切好之后 在两刀之间竖着划一刀 然后用刀尖轻轻一挑 你就能把这圈树皮完整的包下来 包的时候你会听到很清脆的一声清响 那种感觉特别治愈 皮包下来之后 你会看到里面露出来的是白色的 或者是嫩绿色的木质部分 重点来了 这是导致90%的人失败的关键步骤 呵呵呵 请大家竖起耳朵听好了 皮剥掉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绝对不是 在树皮和木头之间 其实还有一层黏糊糊滑溜溜的东西 肉眼可能看不太清楚 手摸上去滑滑的 这就是形成层 这一层细胞的分裂能力极强 如果你不把它刮干净 它很快就会分化出新的树皮 把你的环包口给补上 所以一定要用刀背 注意是刀背不是刀刃 因为刀刃容易伤到木质部 用刀背在这个白色的木头上 用力地刮 上上下下多刮几遍 直到你摸上去不再滑溜 有一种糙糙的手感 甚至能听到沙沙的声音 那才算是处理到位了 这一步叫做阻断形成层 彻底断了它修复树皮的念头 逼着它只能选择生干这一条路 刮干净之后 建议大家稍微晾干一下伤口 不用太久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让伤口表面的水分稍微挥发一下 这样可以减少感染煤筋的风险 这时候如果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在切口的上方 也就是靠近叶子那一端的切口处 涂抹一点生根粉或者是生根叶 虽然说不涂也能活 但是涂了之后 根系会发得更多更密 速度也会更快 如果你家里没有生根粉 也可以用新鲜的柳树枝条泡水 那是天然的生根剂 或者直接用切开的大蒜 涂抹一下伤口 大蒜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也能稍微刺激一下细胞分裂 这些都是民间高手常用的小窍门 好用又不花钱 处理好伤口 接下来就是包泥球了 拿出我们之前准备好的水苔 或者培养土 这里有个小技巧 如果你用的是塑胶袋 可以先剪一块长方形的出来 大小要根据你包的土球大小来定 先把湿润的水苔捏成团 把多余的水分挤出去 然后把这个水苔团严严实实的包裹在环包口的周围 注意 重点是要包住上方那个切口 因为根主要是从上面那个切口长出来的 下面那个切口只是个阻断作用 所以你的土球重心要稍微往上一点 确保上切口完全埋在湿润的介质里 用手把水苔捏紧 让它和枝条充分接触 不要留有空隙 如果有空隙 根长出来接触不到水苔 就会干枯 然后用塑胶袋把水苔球包起来 包的时候要注意 两头要扎紧 特别是上面这一头 一定要绑得岩丝合缝 防止雨水顺着枝条流进去 如果雨水进去了 土球积水 伤口碧烂无遗 下面那一头也要扎紧 防止水分流失太快 中间的肚子部分 可以用绳子再缠几圈 固定住土球的形状 防止它松动或者滑落 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一次性的透明杯子 操作就更简单了 把杯子从中间剪开 底部钻个孔 刚好卡住枝条 然后把两个半圆的杯子合起来 里面塞满土 外面用透明胶带一缠就搞定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杯子比较硬挺 土壮的多 以后根系生长的空间比较大 而且杯子是透明的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 里面根系的生长情况 不用每次都去拆开来看 我们包好之后 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虽然高压法不需要像千叉那样 天天喷水保湿 但也需要我们定期检查 特别是到了夏天 气温高 水分蒸发快 我们要经常看看 那个土球是不是变轻了 或者透过透明的袋子 看里面的水台是不是变白了 如果发现变干了 千万不要解开袋子去浇水 那样太麻烦 而且容易弄坏刚长出来的嫩根 找一个注射器 就是那种给墨盒加墨水的针管 吸满水 直接扎进土球里注水 简单方便又高效 保持土球始终处于一种润而不湿的状态 是生根的关键 根系长满只是成功的第一步 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刻 现在才开始 很多人看到塑胶袋里白花花的根 就把枝条剪下来 结果没过几天 叶子全部搭来下来 最后连根带枝条一起黑掉 这叫做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什么时候剪下来最合适 这需要一双火眼金睛 当你透过透明的薄膜 看到里面的根系不仅仅是白色的 而是开始变成一种微微发黄的土黄色 或者根系已经多到把里面的水苔 或者是泥土紧紧抱住 形成了一个硬邦邦的根球 甚至有的根已经急得穿透了塑胶袋钻到了外面 这时候才是最佳的下树时机 根系稍微老化一点 适应能力才强 如果根太嫩 像豆芽菜一样晶莹剔透 虽然好看 但是一接触到外面的环境 或者换土的时候稍微碰一下 它就受不了 很容易脱水萎缩 所以一定要沉住气 宁可完剪几天 也不要早剪一天 准备剪汁的时候 工具依然要消毒 剪的位置也有讲究 不要贴着那个土球的底部剪 要保留一段安全的距离 大概在土球下方2-3公分的地方下剪刀 如果枝条比较粗 普通的圆艺剪刀剪不动 那就用锯子 锯的时候一定要稳 一手拖着上面的土球 一手拉锯 千万不要让土球剧烈晃动 否则里面刚长好的嫩根很容易被震断 剪下来之后 千万别急着把塑胶袋拆掉 先把这根带着土球的枝条 连着袋子一起放在清水里浸泡一下 为什么要泡? 因为在树上挂了这么久 土球内部可能已经干了 根系处于一种缺水的状态 这时候泡水是为了让根系吸足水分 提高抗性 水里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的生根液 或者维生素B12 这能起到一个缓解压力的作用 帮助植物对抗接下来换环境的休克反应 泡个十分钟左右 把枝条拿出来 沥干水分 然后开始拆包 这就像是给伤员拆纱布 动作一定要轻柔 慢 再慢 用剪刀小心地剪开绑绳 轻轻剥离塑胶袋 这时候你会发现 根系可能已经长得跟塑胶袋粘在一起了 如果有几条根粘住了 千万不要硬扯 宁可把那一小块塑胶片剪下来留在根上 也不要为了那点结皮把根扯断 每一条根都是这棵小树的命脉 断一条就少一分活下去的希望 拆掉袋子后 里面的水苔或者是泥土球 千万不要打散 很多人有强迫症 非要把原来的土洗干净 说是要裸根上盆 这是大错特错 高压繁殖最大的优势就是带土移植不伤根 你如果把那个根球打散了 那些细小的毛细根全部断裂 那跟直接扦插有什么区别 我们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所以保持土球的完整性是成活的关键 接下来就是上盆 这个环节我们称之为甲值 为什么叫甲值 因为它还不是最终的定值 我们只是给它找一个临时的过渡环境 让它先把根养壮 所以不要贪大 不要用那种巨大的花盆 大盆装土多 浇水之后干得慢 湿气排不掉 小苗的根系吸不了那么多水 最后的结果就是闷根腐烂 选一个刚好能放下土球 周围大概只有两三公分空隙的小盆最合适 盆的材质最好是红桃盆 或者是有很多透气孔的空根盆 这种盆透气性极好 有利于根系呼吸 至于填进去的土 一定要素 要透气 什么叫素 就是不要加肥料 刚剪下来的小苗 根系虽然有了 但是吸收能力还很弱 这时候如果你在土里拌了鸡粪 复合肥 根系马上就会被烧坏 就用最简单的珍珠盐搭配泥碳土 或者用干净的河沙搭配釜叶土 比例大概是一比一 这种土疏松透气 没有肥力 最适合羊根 在盆底垫上一层桃粒 或者碎瓦片做排水层 然后铺一层土 把我们的土球小心翼翼地放进去 注意深度 土球的表面和盆土表面齐平 或者稍微高出一点点都可以 千万不要埋得太深 埋深了容易积水烂精 填土的时候 不要用手使劲按压 也不要拿棍子去倒 那样会把根弄断 你就一边填土 一边轻轻拍打花盆的壁 利用振动让土力自然地沉降 填满缝隙 填好之后浇一次透水 这次浇水要浇足 直到水从盆底的孔里流出来为止 这次水能让新土和老土球紧密结合 消灭里面的空洞 浇完水之后 把这盆小树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绝对不能晒太阳 刚剪下来的植物 根系供水能力还没恢复 叶子蒸腾作用如果太强 马上就会脱水干枯 这就进入了最煎熬的缓苗期 大概需要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你要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它 如果空气特别干燥 叶子可能会发粘 这时候不要急着往盆里浇水 因为盆土可能还是湿的 问题出在空气湿度不够 你可以找一个大的透明塑胶袋 把整个花盆连同植物一起照起来 在袋子上戳几个小洞透气 这就制造了一个简易的小温室 里面的湿度非常高 能大大减少叶子的水分蒸发 每天打开袋子透透气 喷点水雾 维持叶片的坚挺 大概过了一周左右 如果你发现叶子始终保持挺立 没有发黄掉落 甚至顶端的芽点开始变绿 蓬大 那就说明根系已经开始工作了 缓苗成功了一半 这时候可以逐渐去掉袋子 先是在早晚光线柔弱的时候去掉 中午盖上 然后慢慢过渡到完全去掉 光照也是一样 从完全遮阴到给一点散射光 再到正常的阳光照射 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 不能一步到位 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待久了 突然把它推到大太阳底下 眼睛会受不了一样 植物也是需要适应过程的 等到新叶子长出来了 原来的老叶子也没有掉 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给一点点稀薄的叶肥了 比如把通用型的营养液稀释2000倍 倒水焦 记住 是薄肥禽湿 等根系长满了这个小盆 你看到盆底有根钻出来了 那就是真正毕业的时候了 这时候你可以把它移栽到大盆里 或者种到地里 它就是一棵真正独立健康的树了 除了这些基本操作 高压繁殖还有很多高级玩法 比如说盆颈爱好者最喜欢的高压曲装 有时候我们在野外或者花式看到一棵树 它的根盘长得很丑 或者树干下面太长了 比例不协调 但是上面的枝条造型很美 这时候就可以用高压法 在树干合适的位置进行环拨生根 等根长好了 从这里剪断 你就得到了一棵矮霸型的 根盘完美的小盆颈 原来的下半截如果还有芽点 还能发新枝 一棵变两棵 这种方法经常用来改造那些 土长的造型失败的素材 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 还有一种情况是救命用的 家里的老树如果根部烂了 或者是得了根流病 眼看就要不行了 别急着扔 看看上面的枝条 是不是还是活的 如果是 赶紧在健康的枝条上做高压 利用植物最后的能量 把优良的基因保存下来 这就像是给宾威的病人做克隆手术 虽然母体保不住了 但是新的生命已经在高空中孕育出来了 这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是每一个园艺人最感动的时刻 针对不同的植物 高压的具体操作也可以微调 比如像多肉植物里的老庄 如果肝子太长很难看 想把它变矮也可以用高压 但是多肉水分大 容易烂 所以包的土要更干一点 环包之后晾干伤口的时间要更长 甚至可以晾个两三天再包土 像那种藤本植物 比如紫藤 灵霄 它们的枝条很长很软 你可以不用空中压条 直接把枝条压弯下来 埋到地上的土里 在埋土的那个位置刻伤或者环剥一下 上面压块石头 这叫地压法 原理跟高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更省事 连浇水都省了 蹭的是地气的湿润 还有人问 高压繁殖出来的树 根系会不会没有石生苗 也就是种子种出来的树 根系发达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种子种出来的树 确实有一个明显的主根 扎得深 抗风能力强 高压出来的树 因为是侧根发育来的 没有明显的主根 全是须根和侧根 但这并不代表它弱 相反 它的须根非常发达 吸收养分的效率极高 生长速度往往比石生苗快得多 只要你定植的时候土层深厚 它的根系照样能扎得很深 而且对于盆栽来说 我们本来就不想要那个直直的主根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发散型的根系 能更好地抓紧盆土 所以高压苗是做盆井的上上之选